终于是下雨了 封面接近从今天一路持续到明天 全台都会有雨 降雨主要是集中在 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 而南部地区则主要会集中在山区附近 午后热队流旺盛 会有短暂雷震雨的机会 气象专家就说了 这一步的降雨会很快速的往南移动 是4月以来最大的降水量 预估40到80毫米 虽然水库需要200到300毫米降雨 才可以解渴 但这一场雨对于中部的 干涸的水库来说不无小步 好了好了下雨了 路上民众撑伞 轿车雨刷刷不停 等了好久终于盼来雨神降临 这步降雨连气象专家都很兴奋 预计大概就是有可能是 40到80毫米的累积的降雨 那这个可以说是 4月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波 不能解决汗象 但是至少可以多撑个几天的时间 也是不无小谱 周三开始持续到周四上半天 封面前缘接近 降雨以中部一倍为主 南部则以台南高雄屏东的山区 午后热对流有短暂雷震雨 背部留意举步大雨 但是周四下半天开始 封面离开 水气明显减少 周五一路到下周二 天气回滚 各地呈现多云稻情的好天气 而气象局长正明店也在联署PO文 表示虽然现在雨区在海面上 但是很快雨区会往南移 这一波封面影响最明显的时间 会是在明天的凌晨到上午这段时间 它会一直向南延伸到 像是中部南部地区 虽然离水库捷克还有一段距离 但只希望雨下对地方 让水库多少 有些进帐 解除天干人地台北采访报道 为了解除干旱危机 今天上午九点钟 桃园石门以及新竹保二 苗栗明德还有鲤潭水库 都实施了人工造雨作业 来燃放增雨宴祭 过程非常的顺利 而就在放完宴祭经过一个多小时之后 桃园也终于下雨 期盼可以替水库解渴 趁着好不容易的下雨 工作人员实施人工造雨作业 燃放增雨宴祭 按下按钮后 接着冒出烈焰火花和浓烟 近期受干旱影响 中部地区实施工五停二 而桃园的石门水库蓄水量 更创下水库启用以来第三少 28号上午九点配合水利署作业 包括桃园石门新竹保二 以及苗栗明德和鲤渝潭 这些水库通通都施放 人工造雨的燕迹 为了就是缓解干旱 提高水库及水区的降雨量 28号上午十点多 桃园也天降干零 难得一见的下雨 也让民众好兴奋 这场雨也为石门水库 进涨水量 工作人员也希望 通过人工造雨的方式 可以增加降雨 解决干旱危机 帮助水库捷克 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清晨地牛大翻身 从清晨的4点27分开始 一直到早上的8点08分 短短四个多小时内 在台东海端乡 连续发生了六起地震 其中早上6点10分 规模4点6的地震 是这次群震当中最大的一起 最大震度在高雄有四级 地震中心预估了 未来三天内 同样震央 还可能会有规模 3到5的地震发生 28号清晨4点多 台东海端乡 地牛大翻身 而且四个多小时内 还连续流震 三天左右大概会发生 跟现在规模差不多的地震 根据地震中医资料 4月28号台东海端乡群震 先是在清晨4点27分 发生规模4的有感地震 最大震度台东三级 随后一直到早上8点08分 连续发生了六起的 有感或小区域地震 其中发生在早上6点10分 规模4点6的地震 是目前这起群震中 规模最大一次 最大震度在高雄有四级 而未来三天内还会有地震 但预计规模都不会太大 不是出落到地表上的一些构造 在地底下 那有些人可能会说 就是蛮断层 群震的深度大概就是差不多 比较浅一点 大概是五公里上下这样子 那规模的话大概就是三啊四啊 多一点的话 大概可能到五左右 台东海端乡发生群震 其实不是第一次 2016年两天内 还曾经连续震了17次 而这次群震 尽管地震中心评估影响不大 摇晃时间甚至不到一秒 不用恐慌 但民众还是要有防灾意识 不能掉以轻心 介绍水智库图 台中捷运在礼拜天 举行盛大的通车典礼 开始营运收费 不过是营运时呢 平均每一天达到七万多人 通车当天中午达成人数 就已经下降了 隔天一整天的营运崩盘 不到三万人 两天平均下降了54% 不过捷运公司表示 一般周一跟周二的运量 通常就是比较低 通车首两日的运量还是符合预期的低标 强调会继续努力推广 台中捷运正式通车代表着要开始收费营运 结果搭乘人次好像不如预期 中捷市营运30天 搭乘人次213万7074人 平均每日有七万多 但通车当天中午开始营运12小时 搭乘人次不到四万 隔日为第一天全日营运 只有28483人次搭乘 两天平均下降了54% 难道是要钱了没人搭 这样下去不就亏大了 收费之后大概就恢复到 这个市民必须一定要使用的状况 他才会去搭捷运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会观察 台中捷运在收费之后的一些运量的变化 终结预估首年平均日运量为五万一千五百人 本来周一周二的运量就较低 通车首两日运量上符合预期的低标 毕竟台中人比较习惯自驾或搭公车 只有单一路线的捷运 亏损是可以预期 之前也推出主题车站贩售纪念商品 举办演唱会庆祝通车来吸引民众 未来也会继续努力推广 让更多民众搭乘终结提高运量 记者陈寅王英璋台中报道 老字号的台菜餐厅 国富饭店传出要吹息灯号 位在基隆市七堵传统市场里的国富饭店 从日治时期开业至今 已经走过了86个年头 传统台菜加上用料实在备受逃课的肯定 不过最近业者在脸书上贴出公告 将在4月底要结束营业 消息一出让很多民众直呼可惜 走进餐厅 远桌上叠起来的碗盘 是台湾民众最熟悉的场景 位于基隆市七堵传统市场里 老字号台菜餐厅 国富饭店 陪伴民众走过86个年头 如今传出要吹起席灯号 领书贴文po出 餐厅将于4月底结束营业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照顾 也写到结束是为了更好的开始 这不会是国富饭店的终点 和民众站别 想约再会 老板娘坦言 疫情也是让他决定结束的重大原因 我从去年中元节之后 中元节生涯很好 可是中元节之后就没有人了 完全没有人 完全没人 那你也不能怪客人 因为疫情的关系 国富饭店从卖蛋载面起家 1935年开幕至今 已经传到第三代 由于用料丰富 价格实在 几乎天天满座 备受逃客的肯定 然而疫情之下 餐厅营业受到影响 老板娘只能忍痛结束营业 将最后剩下的订单完成出餐 餐厅就要和民众暂时道别 至于未来是否有机会重新开业 再和大家见面 逃客们恐怕只能耐心等候 记者蔡志恒基隆报道 重新开业 需求新开业 重新开业 停留下视频 并非耐心 草依靠 都给新开业 业 雷 猛